走进比桑拉返布农礼山特展 承载着每位布农族人种植的故事 菜园里的农作物、生物、环境素材一亿呈现 记录着先人传承下来的能量 透明冠里保存着代代留存或交换而来的种子 带出礼山生活的样貌 林业与自然保育署吸收雌新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 和布农族人合作举办特展 呈现部落传统家庭菜园中 长辈长时间与自然环境互动所累积的丰富传统职会 所以在这个发起我们在107年的时候 其实在南安这个地方 它是有黑熊分布的一个区域范围 那在南安卓清的这个南安清水卓乐 三个部落的这些田区里面 我们发现了真的维数非常多 我算南花莲为数最多的所谓一种红皮酥的那个洞 那个鱼类叫做橘池式戏剂 那我们很惊讶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橘池式戏剂不是很怎么保育类野生动物 可是它就是因为我们人为的那个农耕行为改变 跟我们的那个建设让这些在传统的溪流 或者应该出现的地方渐渐消失 而我们以前在这边都没有发现 后来经过这个盘点之后 我们在绿网的跟我们整个农村的盘点之后 发现这里有为数很多的这样的橘池式戏剂 后来我们去仔细的看一下 原来是因为透过部落族人们 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那个农耕 传统的农耕行为 而所生下的那个生态沟 还有他们这些的田区里面 居然保留了大量的这些鱼类 所以我们非常惊讶 原来他们做的事情 间接在做生物对象性的一个保育跟维护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在承接那个署长的祖父 那时候祖父我们就积极投入南安的这个合作 所以我们除了去做这些橘池式戏剂的调查之外 我们还跟慈兴基金会跟布农族们一起来合作 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布农痘痘班 那以那个永续发展的这个展开这样的布农礼商的计划 所以这一路走来 其实我很感谢很多人的帮忙 不管是各单位机关或者是NGO团体 或者是甚至很多关心这边的人的这些帮忙 但是我真的要最感谢的是我们这些 就是那个我们布农族的这些族人 因为为什么 他们的传统智慧 他们在这边传统所做的这样相关的事情 是跟那个长期跟自然环境所互动 所累积下来的七地管理智慧 这七地管理智慧 才能够保留下这样的一个生物对象性 才能够让我们看到原来人跟自然和谐共处能够这么的和谐 那我们原来以为说南安就只有水道需要辅导 后来随着进入越多后来得到花园分数的支持 才看到说其实布农的传统智慧 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我们原来以我们所懂的东西太少了 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智慧 如果这样形容 就像世界名画跟世界名区 它可能可以被因为妥善的保存 或是大家传唱会一直留着 可是我们看到部落的这么好的文化跟他们的农耕智慧 却可能在他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可能就流失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惜 就是看到这件事情的价值 因为这么珍贵的人类的瑰宝跟遗产 如果不能够被好好的去保存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那所以慈欣很有幸 得到的话有分数的支持 来投入这样的工作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到这个台北 参加我们 以上拉班的成果场 这个是我们 武农祖先有给我们的智慧 到现在我们一直要转整下去 把我们的小孩子也是给我们学习种种种菜 那个豆类啊什么 因为我们的那个豆 我们种下去都不放那个化肥 也不放那个什么 也不打药 这个这个豆啊 自己的健康 终于种小孩子都种种豆 我们在上上后 以前老人家在上上就说 他们先改梗嘛 他们以前是先改梗 然后把那个茶澡给它烧 烧了以后 它就变成那个地就有肥料了嘛 那个是有那个骨气肥了嘛 他们就播种小米 但是播种小米以后 那周边他们种那个南瓜啊 那些豆类啊 那个那个 豆类那些会把树的豆类 那种叫什么 布拉布 布拉布 这两个位 这豆啊那些 它们有把树嘛 但是种在树斗 那个树斗 树斗下面它会把上去 但是有没有带高 带高的话 摘不到 也可以放在那个大树斗那边 也让它把上去 然后中间因为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山坡地嘛 我们是 今天是做这山坡地 山坡地 做得很宽嘛 中间老人家很著名 老人家他们的石头 他们起起来 起好以后他们挖柄 挖个平台 然后挖平台就说 他们也是很重视水土保釈 为什么我们的那个 那个小米那些 往下带好一点的话 会被种刷 对不对 他会被种刷 所以他如果平台 平台那个地方 那种树豆啊 那个种栽 就是像说那个 那个 切菜 切菜那个 我们各位做酸菜那个 那各位当面拨那个菜 所以说我们以前 如果买菜 都是董董上的 林业保育署 与慈欣基金会 陪伴花莲 卓西乡 卓青村布农族人 陆续盘店 记录30多种古老豆类 与古物品种 并成立布农豆豆斑 透过食农活动与接待油城 保全火化布农在地传统智慧 今天因为气候变远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病虫害的这个因素 那造成这种粮食饥荒的时候 那这种部落菜园的维持 它其实就是这个部落 能够度过这种冲击的 这个就叫做社区的韧性 那它不但是提高了 这种社区的韧性 而且这些古老的品种它帮我们保存了生物多样性里面的 不管是物种还是遗传的这个多样性 这是非常珍贵的人类的资产 那其实也不只是布农布肉 今天吴雪岳老师也在做我想阿美族的这个菜园 每个人传统家里周边都会有这个菜园 那当然是以野菜为主 其实也是同样的这种传统智慧 不只是刚刚大家也提到 也听到不只是这些作物的品系的种植 它还有包含这样水土保持的这种智慧 那还有跟这种生物多样性可以共生共融 这个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展览为期两周到9月20号 欢迎民众参观 展览在台北结束后 也会回到花莲浊西乡部落 搭配走毒游城 带领大家透过三条不同主题路线 走入地景现场体验在地风情 记者问句台北不到